高兴再看到大家 新的一年 我们已经进入2024年了 那么在新的一年里面呢 那么我们在主里面呢 我们有什么的 什么样的 渴望 渴望神在你的生命中 在你的家庭 在你的服事 在你的工作 做些什么呢 我相信在我们当中 我们都有各自不同不同的计划 不同不同的意乡 不同不同的 要做的东西 但是呢 我在这里呢 我鼓励大家 在这个新的一年 让我们的生命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要更加的长进 Amen 让我们的生命 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能够为神借助果子来 这个果子呢 就是我们生命的果子 灵魂的果子 这个是我们相信的耶稣基督 在耶稣这十字架的道路上 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 因为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他告诉我们 他留下的这个的使命 要我们每一个人去完成 就是我们要去 使万人做主的门徒 什么样的人能够为主 完成这个的使命 就是那些 愿意为神借果子的人 Amen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那么我们看今天 从神的话语 我们来学习 我们要 怎么样的 为神 在2024年 为他借助果子来 哈利路亚 我们来看今天 也是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 离了主 什么都不能 让我们来祷告 阿爸天父 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 主啊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在新的一年 主啊 我们祷告 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被神里兴起 被神里使用 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当中 成为神 你要使用的军兵 能够兴起来 影响更多的人 进到神里的国度 能够兴起更多的人 能够来为神里借助 许多的果子来 主啊 这个时候 叫我们当中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 完全的交托 仰望 主耶稣 你亲自圣灵动工 主耶稣 你亲自在我们的生命中 来让我们 借着你的话 能够被建立起来 看到你的心意 成就你的托付 主我们感谢你 将这个时间 完全的交托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Hallelujah 好我们来看 在圣经里面呢 我们来看 一切的经文 在耶稳福音15章第5节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你里面 这人就多借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在自然界里面 我们要种一棵的树 我们要得着树上的果子 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 树枝不能够离开 这个的树身 若是离开了之后 这个的果子 能够借出来吗 不能的 所以呢 上帝告诉我们说 它就是那个葡萄树 我们是谁 我们就是这个树的枝子来的 那么这个枝子要在哪里 一定要在葡萄树里面 若不在的话呢 我们就不能够借果子 离了这个葡萄树 什么都不能 所以呢 我要大家今天晚上 看到这一个就是 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 藏在他里面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要为神 借果子的话 我们要常常在 耶稣基督里面 常常与他连结 连结就是赫尔为义 这个树身 这个枝子要与他连结 那么跟他合一 这个连结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连结的意思就是 我们成为这个枝子 耶稣是葡萄树 我们这个 一定要跟耶稣 有同样的心思 有同样的意念 我们才能够借出果子来 就是说 耶稣的话里所讲的 我们成为枝子 跟他连结的意思就是 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 跟耶稣有的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才是真正的连结 这种的连结 才能够为神 借出果子来 主耶稣在他的话里所说的一切 我们这些相信他的 我们与他连结的话 就是我们与神的话 我们所拥有的 跟神所讲的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神的话也告诉我们什么呢 神的话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饶恕人 比如说我们要饶恕人 圣经说 人得罪你 我们要讲 我们去饶恕他 那么我们说 我跟神连结的话 就是呢 神所说要饶恕人 我们的生命活出来 我们要饶恕人 如果是我们的生命活出来 跟神讲的话是不一样的 神说要饶恕人 但是我说我不能 我不要饶恕人 我喜欢 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么呢 你跟神的心思意念是不一样的话呢 那么你就没有连依 这一个的葡萄树 你若没有连依 这个葡萄树的话 你永远都不能够借果子 所以呢 我们说 我要藏在 耶稣基督里面 我也就是 耶稣也能够藏在我里面 这个人就能够借果子 离了 耶稣 就是我们的心思 我们所想的 跟耶稣的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离开他的 我们什么都不能 所以呢 今天我们在 祷告呢 我们每个人都要 为神借果子 很重要就是 我们要怎么样 枝子要连依 葡萄树 OK 所以呢 枝子呢 借果子的条件呢 就是 这个的葡萄树呢 这个的枝子 一定要连 这一个的葡萄树 那么我们怎么样的连呢 怎么样的连呢 在圣经里面 我们 神要我们怎么样的 以神来连结 神说我们要连结 我们要怎么样的连 所以呢 我们 相信了耶稣基督 我们看圣经 我们听神的话语 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看见 神的话怎么样的讲 那么我们看见了 我们信耶稣我们看见了神的话 我们也听见神的话 那么就在那边停止吗 不是的 我们要连于这个葡萄树的话 我们看了神的话 我们听了神的话 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有行动的是什么 我们要去思考神的话 我们看了神的话 我们要去思考 思考了之后 我们要 借着在思考的时候 圣灵取释我们 圣灵取释我们 我们要去行出来 当我们行出来的时候 我们才是真正的 与主耶稣连结 很多人 他读了圣经 你读了圣经吗 读了 知道圣经讲什么 知道 你读了 你知道罢了 这种的生命 可以借果子吗 不能的 你要读了之后 你要知道 而且你要去思考 思考神的话 当你当思考的时候 神就会 透过你思考 取释你 取释你的时候 你就按着神的取释 你行出来 那么你能够行出来 就是你明白神的话讲什么 今天你读了神的话 你行不出来 就是你还不知道 神的话 讲的是什么 那么你这种的生命呢 只不过头脑认识耶稣 在你的生命中 在你里头 其实你是不认识的 所以我们要 与主耶稣连结 我们必须怎么样 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 我们一定要与主耶稣 连结起来 和而为意 他讲的 就是我要讲的 他想的 就是我要想的 就是一致的意思 那么只有这样呢 才能够借果子 不然的话呢 我们不能够 我用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神 刚才我讲到饶恕嘛 神叫你说 你要饶恕 你说我不能够饶恕 那个人不可以饶恕 那么你相信了耶稣基督 那么你神的话说 你要饶恕 而且没有条件的饶恕 那么假如你只是到这里而已 你要饶恕那个人 你是绝对不能够 你要借住饶恕的果子 你是绝对借不出来的 所以你要怎么样 能够借果子呢 你看了神的话 你听了神的话 你要去默想 就要去思考 思考了神的话过后呢 当你在思考的时候 神的灵就会取势你 来告诉你 神能够饶恕你 你也要无条件的去饶恕 不单单 神取势你 而且神那个时候 给你圣灵的能力 让你做得到 就是当你在思考的时候 所以呢 我们借着思考呢 我们 神给我们能力 去做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活住 神的话语 饶恕对我们来说 就很容易的 从我们的生命中 能够活出来 今天你还是不能够饶恕人 今天你还不能够 服输神的话 就是呢 你没有这个的能力 让你去做得到 为什么你没有这个能力 因为你没有好好的思考 你没有好好的思考 神的灵就不能够 在你的生命中 让你得举事 让你的力量 去借助这个饶恕的果子 阿们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 相信耶稣的 相信了几十年 生命没有改变 是神的话没有能力吗 不是的 是谁的问题 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没有付代价 去借助这个果子来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为神借果子的话 我们一定要连于这个的葡萄树 神所讲的 神所想的 也是我所讲 我所想的 我们就能够真正的为神借助果子来 不然的话 你是你 上帝还是上帝 OK 我们继续来看 人听了魔鬼的话 就离开了这个的葡萄树 我们来看圣经在创世纪 第三章第六节 于是你能见那棵树的果子 好作食物 也悦人的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 摘下果子来吃 又给他丈夫 他丈夫也吃了 他们恶人的眼睛就明亮 才知道自己测身露体 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 为自己偏作 群子 原本神创造亚当夏娃 放在伊甸园里面 他们是活在上帝的同在中 那个时候的他们 是跟上帝连结的 神说什么 他顺服 他没有违背神 但是 蛇就出来了 这个的魔鬼就出来了 告诉他们说 这个上帝不要你吃的果子 你是可以吃的 你可以吃的 不要紧的你可以吃 吃了之后呢 你就会像他 像神 这是上帝讲的还是谁讲的 魔鬼讲的 但是 但是这个人 亚当 这个夏娃 他听了这个话语 他就怎么样 他选择 听魔鬼的 当他一选择 听魔鬼的时候 他就离开了 跟神的连接 已经离开了 当他一跟神的连接 离开了之后呢 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的眼睛就明亮了 这个属世的眼睛就明亮了 开始看到什么 没有看到上帝要是要看到的 他乃是看到 这个的魔鬼 要他所看到的 这个时候的亚当夏娃 他违背了神 离开了这个的葡萄树过后 那么呢 他就开始看到世界 因为这个世界 是魔鬼在掌权 他就开始看到了什么 看到这个世界的东西 看到什么 看到这个世界 要追求的 就是金钱 名利 势力 跟地位 当一个人离开上帝 当一个人离开上帝 他没有在中间的 你从上帝那里 你离开了他 你就走到了 这个属世的体系 在这个的属世体系呢 是追求什么呢 就是追求那短暂的东西 就是金钱 地位 势力 所以你看这个世界的人 他们在追求什么 他们就是追求这短暂的 拼老命 赚很多钱 争取真正的地位 让人家奉承 有势力 人家看得起 所以呢 都是一直的 用尽办法在追求 所以呢 因为这个缘故呢 因为魔鬼引诱 这一个亚当夏娃 使到他 进入的 这个属世的体系 然后成为 上帝的敌人 今天上帝要跟我们成为朋友 上帝更是我们说 我们是他拯救的 他要将最好的给我们 要我们联系于他 使到我们的生命 能够为他借助国子来 但是魔鬼在背后 做破坏的工作 他用那狡猾的方法 来使到你离开神 使到你掉进 这个属世的体系里面 追求暂时的荣华富贵 所以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 我们要看透魔鬼的计谋 我们有了这么好的上帝 我们不要被他引诱 使到我们掉进 这个属世的体系里面 当我们一掉进 这个体系里面 当我们脱离了 这个葡萄树 我们就跟上帝为仇敌 雅各书四章四节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 岂不知一世为有 就是以神为敌 圣经讲得很清楚 所以凡想要以世数为有的 就是以神为敌了 你知道魔鬼很狡猾 什么是狡猾 魔鬼引诱亚当夏娃的时候 他说你吃 吃了呢 你就呢 更加的有智慧 更加的知道神 你可以成为神 这是魔鬼引诱 这个亚当夏娃 魔鬼没有说 你去吃 你吃了之后呢 那么你就和 你吃了之后 你帮我吃 吃了我就有智慧 如果是魔鬼这样跟亚当夏娃讲的 亚当夏娃绝对不会受骗的 对不对 但是这个狡猾的 这些魔鬼他说呢 你吃 吃了你会像神 你很厉害的 哇 他讲什么 他告诉你 指你一条路 让你呢 能够怎么样 让你能够有能力 使你能够掉进 他的拳头里面 这就是魔鬼的狡猾 今天我们信耶稣 神的话这样讲 魔鬼的话跟你这样讲 神叫你要饶恕 鬼的话跟你讲 为什么要饶恕 为什么你要饶恕他 所以呢 神的话跟你讲 你要给 你要祝福那些有需求的 圣灵也感动你 魔鬼就跟你讲 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给了就没有 所以呢 我们常常在这个的争战里面 我告诉你 背后搅活的撒旦 是要你中他的轨迹 使你离开这个葡萄树 使你的生命没有果子借出来 这个是他的计谋 所以到今天 魔鬼还是用同样的方法 所以呢 我们在今年 我们要立定我们的心智 我的生命要围住 借出果子 我的生命要连于这个葡萄树 我的生命不要种 魔鬼的轨迹 我们要更加的清醒 更加的谨守 阿们 人听了魔鬼的话呢 就怎么样 离开这个葡萄树 接受属世的体系 就是呢 将这个的信心 爱心 跟盼望 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一个 世界暂时的金钱 地位 以示力 这是刚才我有讲的 但是呢 上帝呢 要我们怎么样 上帝呢 要我们连于这个葡萄树 不可以离开这个葡萄树 上帝要我们的生命怎么样 要活得谦卑 无几 无几就是没有自己的心思意念 一切都是听神的 没有自己 很多时候 我们的生命不能够成长 因为我们的己太强了 神说要这样做 你就说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的话 神怎么样再跟你讲 神怎么样能够跟你讲话 当神不跟你讲 你怎么样的能够突破 所以呢 上帝要我们无几 一切都要为主 一切都要靠主 使到我们能够将来 以主同作王 使到我们 连于这个的葡萄树 为神借果子 将来以主同作王在天上 这是神的心意 但是呢 魔鬼就使到我们 引用我们掉进他的圈套 他要我们怎么样 一切靠自己 不用靠神的 一样的 他跟亚当向我说 你不用靠他的 你是 你可以靠自己 能够成为神 所以呢 我们虽然是信主 今天我们还是被蒙骗 还要靠自己 遇到难题 不用祷告的 你靠自己可以的 OK 遇到 遇到有需求的时候 哦 你不用祷告太慢了 去买那个四个号码比较快 所以呢 这些都是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 在这个属世跟属灵的那个的征战 所以那个时候是你要做出选择 教你骄傲 教你游己 教你为己 靠己 自己做王 今天你信主呢 你虽然是信主 但是你是生命还是靠己的话 你没有让神来为你在你生命里做主的话 你的生命呢是 绝对不能够 被神用 也绝对不能够为神结果者 在圣经雅各书第三章十四到十六诀 你们心里若怀着苦度的妒忌纷争 就不可自夸 也不可说谎 抵挡真理 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 乃是属地的 属情义的 属魔鬼的 在何自有妒忌纷争 就在何自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圣经讲得很清楚 若是我们说信主 我们的生命还是充满着妒忌骄傲 充满着那一种的纷争 扰乱在我们里头 我们的生命其实是没有悔改 我们的生命还是属这个世界 我们的生命跟你没有信主是一模一样的 这种的生命呢 是不能够为神借国子 也不能够被神用 也不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 不单单你自己受伤害 你的生命还会影响别人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感谢神 愿义书第二章十六节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像肉体的情义 圆木的情义 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所以呢我们 相信了耶稣 我们要选择 联谊耶稣 活在属神体系里面 所以呢在日常生活中 有许多的挑战 有许多的引诱 在这个的挑战 引诱当中 很重要的你的选择 决定你是否能够 为神借国者 哈利路亚 好我们继续的看 这个就是魔鬼 原本开始是 以主同作王的 听了鬼话 结果怎么样 以 鬼 同 灭 OK 以 鬼 同灭 因为 圣经说 离了我 你就不能够 做 任何的东西 我们来看圣经有个例子 有个人 他叫月色 他听上帝的话 他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 月色这一个人 我们常常都拿他的生命 来学习 月色的生命呢 你看 在开始的时候 他的爸爸 他的爸爸都非常的爱他 OK 他得他爸爸的喜悦 而且他也得上帝的喜悦 他得他爸爸的喜悦 在众多兄弟里面 他做一个彩衣给这个儿子 若是不得他爸爸喜悦的话 他哪里会做这个彩衣给他 对不对 所以在他的生命中 他蒙人的喜悦 他也蒙神的喜悦 怎么样知道吗 他蒙神的喜悦呢 就是呢 神将那个极大的意象 向他显现 告诉他 所以呢 从月色的生命 从开始我们就知道 月色 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 月色他的生命 没有受任何的东西影响 虽然是有影响 他都选择 活在属神的体系 所以他的生命 开始的时候 神 他的生命呢 有许多的波折 兄弟拒绝他 兄弟要卖他 将他要丢在坑里面 想弄死他 结果想想下 有这些商人经过的时候 这些兄弟就开始怎么样 这一个丢在那边死了 没有什么作用 将他卖掉我们还有钱用 所以呢 你看他们兄弟之间就将他卖了 卖了之后呢 这个呢就来到这个家里面 在这个 法老的面 在这个主人的家中 来管理这个家 然后呢 怎么样 他遇到了这个主人的太太的引诱 他有没有掉进这个引诱里面 没有 他的生命分别为圣 为什么 因为他常常连依 这一个的葡萄树 他常常连依 神的话与神的灵 他没有离开过 所以当一个人 没有离开这个葡萄树的话 常常有神的话 有神的灵在他里面的话 他不会被 这一个的邪的势力欺骗 今天你被欺骗是因为 你离一下 黏一下 离一下 黏一下 所以呢 你的生命很容易的被欺骗 但是呢 月色在圣经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你们可以去看月色的生命 他常常我们所看到就是 神常常与他同在 谁能够让神与他同在呢 就是他的生命 常常与神连结的 就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 阿们 所以呢 到最后他被兴起 成为 这个 埃及国的宰相 而且呢 他也非常的有智慧 非常的恩高 在当中 生命虽然是充满着 许多的那种的挑战 但是他的生命都是 为主做光做圆 哈利路亚 虽然是非常的艰难 非常大的引诱 他的生命还是能够为主 做圆做光 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可能你所遇到的挑战 没有他这样大 你想想下 在这挑战中 你为主做圆做光 在这个挑战中 你能够在这样的患难 苦难当中 为神站立起来 让他得荣耀吗 所以呢 今天为什么 约瑟能够这样 因为他联漪 这一个的葡萄树 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呢 神要用我们每一个人 神要兴起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不是来这里 听到回去而已 我们来这里要 真正的听了之后 被装备 要借助圣灵的果子来 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哈利路亚 我们的生命被拯救 就是要来服侍神 来见证他的名字 我们的生命被拯救 我们的生命不能够为神借果子 不能够见证神的名字 不能够荣耀神的名 我们的生命活着是为了什么 你今天信主是为了什么 所以呢 好好在心的一年里面 怨插我们的心 我信主 我被装备 是为了什么 神今天要找的是得胜者 那些的得胜者 就是在神的体系里面 为神借果子的人 哈利路亚 神最终的命对 要将我们 召聚到最终 与他同作王 谁能够得胜者 谁是得胜者 能够为神借出果子的 哈利路亚 我们看这一个的摩西也是一样 摩西呢 他的生命当中也是常常与主同在 OK 所以呢 为什么神 神让他看到这个的意向 在草丛中看到这个意向 看到的意向 神要摩西带领伊斯列子民离开埃及 因为神爱埃及人 神爱这个伊斯列人 垂听了他们的祷告 所以呢 要将他从这个的埃及 接着摩西带出来 所以在摩西的生命当中 他开始去见法老 你知道见法老啊 没有这样容易在圣经告诉我们 他不让他们离开啊 讲了又不让他们 讲了又不让他们 若是摩西没有藏在耶稣里面 藏联于耶稣的话 你想一下 在对付这样法老 这样狡猾的人 你说他能够真正有能力去对付吗 有能力将这些子民 将他带出来吗 所以呢 因为摩西在那个时候 他联于这个葡萄树 神讲什么 他就做什么 结果神用他的生命 来将红海打开 将这些人从埃及里面 带出来 若他不藏在 耶稣里面 不藏在葡萄树 上帝叫他 将葬举起来 打在这个 红海 若他不在 这个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说他听得到吗 前面红海 后面追兵 哇 他们非常的惧怕 若是他没有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 神跟他讲 将葬起起来的时候 他绝对听不到了 哈利路亚 所以呢 很重要的就是 摩西 他能够在 常常 与神同在 结果神用他 将这些 几百万的 以色列子民 将他们 从这一个的 捆绑中 带出来 神今天要使用你的生命 将你周围那些 在罪要捆绑的人 带出来 这是神给你 给你 给我的使命 去使万民 做主的门徒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在 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才做得到 今天你回想在你的生命中 你信主这久 这么久 你有带过人信耶稣吗 你的生命有为神借助 这一个 圣灵的果子吗 为什么不能 所以呢 我们要 好好的 来求神 圣灵 光照我们 让我们不要 好像一个树 一个 栽在这个地上 白占土地 一个树 你做农夫的 一个树 不借果的树 不借果的树 是白占 土地 你要怎样 你不要被神砍 快快为神借果者 阿们 哈利路亚 我们来看 大卫 在赞摩基书17 大卫又说 耶和华救我脱离 狮子和熊的枣 也必救我脱离 这非利色人的手 少罗对大卫说 你可以去吧 耶和华与你同在 大卫能够将 这一个什么 能够将 哥利亚 这么大 这么高大的人 OK 能够杀掉 是因为 大卫常常跟 上帝同在 在他牧羊的时候 他不停止地来 敬拜神 不停止地跟神有沟通 常常涟漪 这个葡萄树 直到他这一个 有能力 能够打胜 这一个的格利亚 所以呢 从大卫的生命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就是一个 涟漪基督的人 神的恩高 与他的能力 与这个人的同在 阿们 我们假如 常常涟漪 这个葡萄树 我们常常 涟漪 这个耶稣基督 我们的生命当中 就会充满恩高 充满神的前病 使到我们的服事 使到我们的生命 能够影响人 能够带领人 来认识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就是耶稣基督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所以呢 让我们今天 能够知道 神的呼召在我们的身上 神要兴起使用我们 这个的恩高 神的同在 在哪里呢 就是当你连于葡萄树的时候 哈利路亚 我们来看 我们是知识 这个葡萄树呢 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耶稣基督 这个的葡萄树 它的根 是在哪里呢 它的根 就是 主的真理 主的灵 水分 就是主的灵 它的养分 它的肥料就是主耶稣的真理 我们今天 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是在外面 当我们信耶稣 我们从信耶稣的时候呢 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呢 就与主 连结 OK 我们就与主连结 在这一棵的葡萄树上 就是我们的生命 与耶稣的生命连结 这个耶稣的生命 它的根 它的养分 就是主的话 与主的灵 当我们与他连结的时候 我们有主的话 主的灵 帮助我们 我们的生命 就会 活出 丰盛的生命 这个的生命 就能够 为神结果子 这四个 人的脸 鹰的脸 狮子的脸 刘的脸 就是耶稣基督的个性来的 在 耶稣的个性呢 就是用这四个脸 来代替 所以呢 当我们联与 这一个对的树 耶稣 有 这一个的 这一个的 肥料水分 就是主的真理 主的圣灵 来供应 帮助我们 我们就能够 很健康的成长 我们就有那 丰盛的生命 就是有那 信望爱的生命 我们就能够 随时为神结果子 所以呢 我们 每一个人 今天信耶稣 你现在 就是 涟漪 这一个的葡萄树 根据 正常的成长 你现在是 真正能够为主 结果子的 但是你看你今天的生命 有没有为神结果子 我们今天信耶稣 我们是涟漪 这一个 耶稣啦 但是我们的生命 谢不到果子 什么原因呢 ok我们继续的看 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 就以 这一个 主 来连接 就是以这个树连接 有属世的体系 现在我们进到 属神的体系 但是呢 当风吹 以灵水冲的时候 意思是说 这个圣经讲 风吹 以灵水冲 是什么呢 就是 我们会遇到许多的困难 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有困难 信的主会不会遇到困难 会 同样的 ok我们会遇到困难 我们会遇到挑战 我们遇到有缺乏的时候 我们会遇到许多的 那些 不必要的 那些的困难 当你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一个人假如是遇到 困难的时候 他假如开始埋怨 假如他开始 怪这一个怪那一个的时候 那么 他的 这一个的生命 就离开了 这一个真正的葡萄树 他离开了 这一个的葡萄树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 离开了我 你什么 都不能够做 今天 我们相信的耶稣基督 挑战 来到我们的身上 你的反应 在挑战中的反应是什么 感谢主 还是埋怨 还是怪人 怪教会 怪牧师 怪你的 主掌 或者是怪你的父母 当你一这样做的时候 就是你从 这一个的葡萄树 离开 所以这一个就会使到你失去了真正神在你生命要你成就的 神在你生命要你达到的目的 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的人相信耶稣 身体生病了 他就开始骂耶稣 为什么我跟随你 为什么我遇到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身体会这样 或者遇到一些的意外 为什么发生这个意外 为什么很多的 为什么开始埋怨 上帝我不要你 你不爱我的 你不看顾我的 你让我经历这一个 使得我这样惨 我没有信主 没有这样惨 信的更惨 有没有 这边没有 我们那边有 所以假如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回应的话 埋怨就好像伊斯坦的子民 上帝将他们从这么困难的地方救出来了 也没有水喝 怎么样 摩西 没有好吃的东西 没有那个肉吃了 又来埋怨 埋怨上帝 埋怨摩西 叫我们饿死在旷野啊 一直的埋怨 结果这一般埋怨的人 离开这个真正的葡萄树的人 他的结局是什么 全部死在旷野 能够为神借果子吗 不能 所以你不要觉得你信了耶稣 遇到困难你埋怨是正常的 是不正常 你遇到了困难你要怎么样 等一下后面我会告诉你 所以我们的生命很重要的就是 这个的风吹雨淋 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是免不了的 我们活在现今这个世代 我们是免不了会遇到许多的难题 但是你的反应很重要 OK 你用属世的方法反应 还是用属神的方式来反应 我们来看 你从一个还没有信主 是你的生命在过去可能是充满着 许多的伤心压力啊 消去活在属世的体系里面 OK 今天你来到了这一个 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 就跟主连接你来到了教会 在教会里面怎么样 在教会里面有神的话帮助你 有祷告 像刚才你们的教会有报告 又有查经班 又有祷告会 又有聚会 又有小组 又什么都有 这个都是帮助你的灵命能够成长 OK 帮助你的灵命能够被装备 在属神 在教会就是在属神的体系里面 当时呢 当风吹雨淋的时候 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就从教会里面开始 虽然是你有主的话 但是你开始来埋怨 开始这块这一个 这块那一个 那么呢 你就从教会里面 就回到属世 伤心压力消去里面 教会有两种人 都在教会的 一种呢 就是他来到教会里面 接受装备 在他的生命中呢 常常被圣灵引导 他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大家一起的配搭 大家一起的活 来批子的照顾 成全别人 你帮我帮你在基督里面 这个是一种 另外一种呢 就是怎么样 另外一种人呢 就是 这一个人 他虽然是在教会 人在礼拜堂 但是 不在身体里面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他是在教会 但是呢 他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 没有在 身体不在里面 就是他自己 做他自己的东西 他自己反应 遇到问题挑战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没有说 神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有些是他愿意顺服 照神的话去做的 批子的配搭建立 有些呢就是 他人在礼拜堂 但是不在身体里面 不能够在这个身体里面 一起的同工 他有他自己的做法 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要怎么样行就这样 一切都在靠自己 他的心 是在这个属世的体系 人在这里 心 是在属世的体系 充满着骄傲 心 在属世的体系 充满着妒忌 当他看到某个弟兄比他好 开始妒忌 当你听到一个 责备你的话 开始埋怨 开始在内心深处 开始生气对方 所以呢 你人是在教会的 但是你不在肢体里面 所以呢 这一种呢就是 心 还是在世界 所以这一种的人 神是不能够用这样的人 来为他借国责 所以呢 我们祷告 我们每一个人在当中的 人在这里 心也在这里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OK 我们来看 风吹 雨淋 水冲 就是困难来的时候 这个风吹 雨淋 水冲 就是代表 一切的问题 苦难跟挑战 刚才我所讲的 你的反应 有两方面 这个的 苦难 挑战 来到你的身上 你可以把它当的是好事 你也可以把它当的是坏事 所以呢 圣经怎么样的告诉我们呢 当我们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 就是你可能身体上有病 可能你家里经济有困难 可能你孩子出现问题 可能你夫妻出现问题 这一些的风吹雨淋 水冲 在你的生命当中 对一个还没有信主的 他当这是一个困难 当这是好事的话呢 就是这个人 比如说他身体有病 他身体有病了 OK 那么呢 在这一个的困难当中 他遇到了耶稣 他接受了耶稣 这个呢 就是对他来说 是好事 因着这个病痛 他认识到耶稣 是好事来的 OK 那么假如这个的困难 在一个的信徒的身上 基督徒的身上 在困难中 遇到 在这个的挑战当中 若是他的反应 是对的话 用属神的体系来反应 那么 这一种呢 困难 是在操练 他灵命的成长 借着这个困难 他更加的经历神 借着这个困难 他更加的看到神 Amen 所以呢 困难对基督徒来说 好事还是坏事 好事 对了 是好事来的 要埋怨吗 真的吗 真的吗 所以呢 在遇到许多的困难的时候 你能够真正的开口 不要讲什么 你身上有cancer 对人来说 对医生来说 绝症来说 是吗 不能引用 OK 对你来说 你还能够 感谢耶稣 我得了绝症 可以吗 很多都会怎么样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在我的身上 为什么在他的身上 我信主 我又侍奉你 我又跟谁 为什么会在我身上 开始气气凉凉 哭哭 哭哭啼啼 所以呢 这样的反应就是 这一个的苦难 在他身上 是坏事来的 OK 所以呢 假如我们 以对的态度 来反应一个基督徒 你得了绝症 不是你要的 那个时候 你能够 自己的信靠神 是神的应许 你会经历 他的遗志 阿们 所以呢 你哭哭啼啼 你的cancer会得遗志吗 会吗 哎呀 哭了两个小时 你的病就会好 你哭啊 就大哭 这事还可以 但你哭了还是这样 更惨 本来六个月死 你三个月就死 你会太过伤心 所以呢 我们一个基督徒 我们在 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当然我们跟随神 不是神应许的这些事情 绝对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OK 所以呢 我们无论遇到怎么样的困难 我们要在神的里面 我们要感谢他 因为 假如神应许的话 神一定要有真正 最宝贵的东西要给我们 所以呢 苦难对我们来说 对基督徒是好事 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成长 让我们的爱心能够成长 让我们的盼望能够成长 对非信徒来说呢 他遇到了耶稣基督 这些事遇到耶稣基督 他的生命得到改变 罗马书8章24节 一切的苦难 对一个爱主的人 神说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什么 益处 这是神的话语 他的应许 是真的 所以不管你现在 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 感谢耶稣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若是我们遇到困难 成为这个困难 成为我们坏事的话 对一个非信徒呢 他会怎么样 他会怎么样 他会拒绝耶稣的 有时候我们去传福音 去 有些有需求去传福音的时候 你叫我信耶稣跟他讲 他说我绝对不会信你的耶稣 OK 他这件事情 在一个苦难在他身上 对他来说是坏事来着 耶稣也帮不到他的 他就坚持 不信耶稣 反而越拜越猛啊 本来拜一个 现在拜四五个 因为对他来说 这是坏事来着 没有人能够救他 基督徒 当我们遇到风吹雨淋 这些事情成为坏事的话呢 他就会怎么样呢 他就会离开耶稣 这就是刚才我所讲的 教会有两种人 这就是风吹雨淋的时候 他就埋怨 然后甚至离开 所以呢今天 我们要为神借过之 我们绝对不能够离开神 哈利路亚 阿们 在挑战中 考验中 你要坚持站在属神的体系里面 这样呢 神给你的供应 神给你的一切的资源 神给你的能力 神给你的同在 是特别的强 阿们 刚才在例子里面 我们都看到很清楚 哈利路亚 罗马书八章第七节 原来体贴肉体 就是以神为敌 因为不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复的 OK 好我们来看 如何使坏事 变成好事 非信徒的心中 使到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的心中 对我们有好感 我们要怎样做呢 我们要将一个垂头上去的人 变成他充满着信心的一个属灵的人 我们要怎样呢 OK 我们要让人看见基督徒的 看见基督徒的见证 OK 我们要让他看到基督徒的见证 本来他是不认识耶稣基督徒 本来他是不认识耶稣基督徒 我们要为神借过 只要将这个灵魂带回来 我们 我们要将这个的坏事他不接受 让他能够认识耶稣呢 我们要让他看到我们的见证 OK 看到我们的见证 而且呢 要听到我们的好见证 OK 而且呢 我们要去得他们的心 让他们能够接受耶稣 活在属生的体系里面 很多时候 我们小地方 一个人信耶稣 他们都知道 一个人信耶稣做不好 他们也知道 一个人信耶稣 做得好 他们也知道 但是呢 一个人信耶稣做不好 他们传得很快 一个人信耶稣做得好 他都不要讲 所以呢 你看 我们要怎么样使到坏事 一个外邦人 他不认识耶稣 怎么样的将他带到耶稣基督里面呢 是你跟我的责任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要连接于神 使到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好的见证 某某人信耶稣 你看 他怎么怎么的坏 现在变得怎么怎么的好 我教会有一个 他是戏毒的 他已经进入监牢很多年 然后呢 他是资港人 那么他相信了耶稣基督 那么去了这个戒毒中心回来 那么他自己本身 他生命得到改变 那么他回到这一个的资资港 开始卖肥料 他对肥料一点都不懂 是神的圣灵带领他 开始卖肥料 他也没有种过东西 他至少也没有种过东西 什么是肥料他也不懂 但是圣灵感动他要卖肥 他就卖肥 所以呢 他就怎么样 祷告上帝要你帮助我 你要我卖肥 我就卖肥 结果他去有联络一些的人 那些人就告诉他 所以呢 他的肥料在资资港 是卖得最好的 从一个吸毒 现在生命的改变 从一个不懂得 什么是肥料 现在肥料卖得最好 哈利路亚 所以呢 他的见证在资资港 当人人听到他的见证 哇 没有在资资港 他敢说 没有在资资港 哎呀 是利害哦 所以呢 你看 见证 重要不重要 什么的人会有见证 就是这个的生命 连衣葡萄树的人 会有见证 哈利路亚 因为他的养分 是从神的真理而来 他的养分 就是从圣灵而来 所以呢 他活着的生命 是荣耀主的 哈利路亚 OK 他也听见基督徒的好见证 我曾经讲过我的见证 我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 是逼迫耶稣的 是赶基督徒的 所以他们称我是 那个的少罗 OK 对 当然我没有抓基督徒 去做监牢 没有这本事了 是 他们来我就骂 他们来我就赶 他们来我就脸臭臭 你知道为什么 我会信耶稣吗 基督徒的见证 在我附近呢 有基督徒在那里 他们在一起的 有宣教队一起的来 一起的生活 一起的互相的帮助 一起的来 没有条件的帮助 那些有需求的人 我是看在眼里 所以呢 我对基督教 为什么会有改变 因为他们的见证 所以呢 我们的见证很重要 弟兄姐妹 你的见证 我的见证 人家看不懂圣经 看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就是那本圣经来的 你的生命就是代表耶稣 所以呢 我们的见证 你会使一个人跌倒 你会使一个人认识耶稣 所以在你的生命信主这么多年 你的生命是 让人家信主呢 还是让人家跌倒 好好的求圣灵光照我们 若是我们的生命能够使人 信耶稣的话 你的生命就为神借助国子来 哈利路亚 而且呢 我们不单单要这样做呢 要帮助一个人 从坏事变成好事 没有信主 成为信主 我们要很努力的 要得他们的心 怎么样得他们的心 走第二里路 敬诸般的意 得心 就是做超越过 他们所要的 帮助他们 你的时间 你的金钱 帮助他们 虽然是外面人 笑我们是傻的 但是 在神的国度里面 我们这样做呢 就是得了他们的心 让他们能够来相信 耶稣基督 我们在志志港 我们一些的姐妹 他们去帮助人的时候 真的没有条件的 做工回来 又要载他们去看医生 又要帮他们带孩子 要打包给他们吃 而且晚上呢 又要怎么样 帮他们看家 所以呢 半夜打电话 又很痛 来为我祷告 又要去跟他祷告 没有任何的代价 所以呢 左灵右色的人 看到的时候 信耶稣是傻的 所以呢 这一种付出 这个人能够留在教会 他本来是非常强烈的 反对耶稣 今天他能够留在教会 是因为我们基督徒 得了他们的心 哈利路亚 你得了他的心 你就得到他整个人 哈利路亚 为什么我们今天得不到人 我们不懂得去得人心 我们非常的计较 我们非常的自私 一切为我 我们就得不到人的心 所以神为什么能够走第二 要我们走第二里路 今天耶稣能够得着你跟我的心 我们今天能够选择来信耶稣 又是耶稣得了我们的心 爱我们到一个程度 为我们死 得到了我们的心 阿们 今天同样的 神要再使用我们 祷告神 帮助我要怎么样去得人心 将人带到神的国度 将那种的刚硬 不信 用这个爱 去得着他们 哈利路亚 神会帮助我们 当我们连于这个葡萄树 能力 智慧 从神而来 我们就有能力 将人带到神的国 哈利路亚 OK 为什么坏事变成更坏 本来他不信耶稣 反而看到你更坏 他更不要 怎么样呢 因为基督徒没有做 赫神心意的守望者 就是说 没有保守他自己的心 他的生命呢 信主跟没有信主 都没有改变 OK 那么呢 他的生命呢 遇到困难就 埋怨 遇到困难 他好像没有信主一样 他也是很苦 活得没有方向 好像没有目标 好像就是完了这一生 遇到困难 你活出的表现 你跟他也是一样 他没有信主 他遇到困难 他也是绝望 你信了主 你遇到困难 你也是跟他一起绝望 你说你的生命 能够影响他吗 你会使到他怎么样 他更不要你的耶稣 你信耶稣也不是这样 跟我没有两样 你来跟我传耶稣 所以呢 你会将这一个更 这些坏事变得更坏 而且基督主对耶稣 不忍不忍 OK 怎么样呢 离开耶稣 活在属世的体系 所以呢 就是我们的见证 所以呢 你的见证 今天是怎么样 你会使到 你的见证是使坏事变成好事 还是坏事变成更坏 所以呢 今天我要大家真正在神的面前 好好的愿策我们自己 OK 一个属世的生命 离开了耶稣 他会越来越骄傲 由己 为己 靠己 自己做王 破坏关系 这些人都是信耶稣的 所以让我们常常连于耶稣 叫我们的生命在神的家中 成为别人的祝福 不是破坏关系的 哈利路亚 所以呢 你知道吗 若是我们有这样的果子 我们的生命有这样的果子 我们的生命信的主 还活着骄傲 活着妒忌 活着纷争 活着那种自己做王的果子 我跟你说 你的生命呢 就会影响生命的 生命影响生命 你要你的孩子好 你自己要活着对的生命 你这会影响到 你的孩子成为好 你要你的 你要你做的东西 能够影响人 你自己要活着好的见证 生命影响人 生命传递生命 你不能够借果子的生命 若是你还是继续这样的话呢 你传递下去的就是 不借果子的 所以呢 假如你做父母的 你的生命都不能够借果子 你不要想的孩子能够借果子 不会的 你的生命无论如何 好跟不好都会影响人 人家都会看到的 今天很多人都在看基督徒 所以呢 当很多人都在看基督徒的时候 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 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借果子的一个真正的去美 哈利路亚 所以呢 2024年 我要大家真正的醒悟过来 我要大家真正的认清楚 神给我们的生命是围绕什么 神今天将我们放在他的 他的家里面 这个属灵的家是围绕什么 神拯救我们 今天我们的生命要怎样的活 我们要非常的清楚 今天神是要我们为他借助果子 若不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 人若不藏在耶稣基督里面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 然后怎样做呢 人撕起来就怎样 人在哪里 火 人在火里烧了 这个是在圣经耶稣分十五章第六节 所以呢 我们的生命 若是不借果子的话 人 这个就会被砍下来 砍下来怎么样 而且被烧掉 你不单单被砍 而且还被烧 你不要成为这个白战土地的 我们的生命要兴起来 在这个地上 为神借助希多的果子来 哈利路亚 在我们的周围 还有许许多多的人 要救回来的 还有许许多多流离失所的灵魂 要我们去救他们回来 让我们能够真正的 站一起来回应神说 神我在这里 你拆遣我 让我们不要2024年 等12月23 12月31号都到来 又2025年 又是这样的 一天过一天 一年过一年 你一年比一年的老 果子都没有 连叶子都没有 人间的树被砍下来 丢在那里给人家拿来扫 让我们基督徒 非常的重要 我们是有神的能力 我们有神的恩高的子民 我们要起来 在这个罪当中 为神做光作严 阿们 哈利路亚 我们不是坐在这边听着 等下个礼拜来 又坐在这边 又等下个礼拜来 等什么 快快一起来 让那生命成为一个有用的 哈利路亚 我们要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 哈利路亚 你看 在我们不要讲哪里 服用有多少%的人信耶稣 少之又少 所以是时候 我们要起来 只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神的能力 神的同在 就会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不是你一个人去做 是神的能力帮助你 是神的同在帮助你 哈利路亚 我们一定能够得胜的 只要我们愿意与神连结 我们必定会看到 人心悔改 跪向耶稣基督 只要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 活在属生的体系 在许多的挑战当中 仍然的感谢赞美主 神的圣灵就会大大的工作 哈利路亚 神就让我们能够 活在属生的体系 有丰盛的生命 每一天能够得人心 为神卸出许多的果子来 一个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 就是一个得胜者 所以今天神在挑战我们每一个人 你愿意在神的国度 成为一个得胜者吗 你愿意在神的国度 心底被神使用吗 哈利路亚 神拯救我们 不是来听道而已 神拯救我们 就是要行救神的道 我们要真正的出去 将灵魂救回来 哈利路亚 让我们的生命活住圣灵的果子 让我们出去救回 属灵的果子 就是人的灵魂 哈利路亚 让我们站起来 哈利路亚 仰望耶稣这个时候 哈利路亚 我们是神所要兴起的子民 是神要使用的去美 我们若是不被神用的话 我们就没有用 今天我们要有一种的渴望 有一种的心智 我们要回到神国的时候 让神称赞我们 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是一个真正在神所托付我们的事工当中 为他借助果子来 神今天要你 从你过去那种染散 那种懒惰的生命 回转 今天来到神的面前 来回应神说 神我愿意 我愿意被神以兴起 我不愿意被人砍掉 来被火烧 我愿意兴起来 黏衣葡萄树 为神借助果子来 使我的生命蒙福 使周围的人也蒙福 哈利路亚 你有这样的心智的话 今天你回应神 神要看你的心 神要看你的回应 神要来亲自帮助你 若是你选择 愿意的跟神连接 神今天他的能力 就会临到你的身上 他的恩高 就会临到你的身上 他会兴起你 他会使用你 哈利路亚 回应神 是的耶稣 阿利路亚 让耶稣精致的来帮助我们 只要你愿意 神能够帮助你 让你的生命 借助许多的果子来 你为了我的罪 牺牲永不回 写命你其他恩惠 是的耶稣你爱我们 谢谢你 说声声体会 噢 哈利路亚 祝你爱的宝贵 神是的主 哈利路亚 将你的生命献给主 来背神兴起 背神兴起 我伤心或起灵 我胜利或识别 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 哦 你爱永不变 从今次到永远 神神教管我心田 或天旋或地转 尽场海里桑田 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是的耶稣 哈利路亚 你流出宝血 回应耶稣 仰慰耶稣这个时候 能力跟恩告之从神的来 将我的生命献给 神会兴起你 哈利路亚 你为了我的罪 洗色永不回 血命以及大恩惠 我深深体会 你爱的好鬼 献上自己永追随 我伤心或凄美 或胜利或失恋 愿抗强壮胆永远不后退 你爱永不变 忠惊死到永远 深深交换我心田 我天旋或地壮 经常爱临上天 都不能交我与你爱歌曲 我天旋或地壮 是的耶稣 经常爱临上天 都不能交我与你爱歌曲 是的耶稣阿里路亚 今天你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 我们算不得什么 主啊我们离开你我们什么都做不成 主啊我们离开你我们什么都做不到 主啊我们愿意站在你的面前 立定我们的心智 今天我们要回应神说 神阿我就在这里 主啊你来兴起我 让我的生命 从今天开始 是为神你借助活着的生命 我愿意付这一个的代价 愿意的以神你的 以神你来连结 让我们的生命被神你的话 以你的圣灵来支配 使得我们的生命 能够活着上帝你的荣耀 能够活着上帝你的见证 主耶稣今天晚上那些愿意的 神阿你亲自的来恩告他们 亲自的来圣灵教导他们 让他们的生命 从今天晚上开始将会不一样 从今天晚上开始 在今年神你给他们在的地方里面 能够为神借助希多的果子来 哈利路亚祝福每一个愿意的 祝福每一个在神里面的立定心智的 主要祷告你的智慧你的能力你的恩告 以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谢谢你主耶稣 领受神的恩告 领受神的能力 这个时候奉耶稣基督的名 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 让神你在当中继续的工作 得一切的荣耀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将荣耀归给耶稣 哈利路亚 你要继续的我在为你们祷告的话 不管在哪一方面 神非常的爱你 可以来到前面 让神精致的摸着你 让神精致的帮助你 站在前面的这个时候 我要大家你们仰望耶稣 是耶稣帮你 是耶稣恩告你 是耶稣使到你 借着他的恩告 断开一些生命中的锁链 今天神要断开你生命中的锁链 今天神要在你的生命中兴起你 恩告你 使到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你找到最后的说明 你有点感谢欣联的 在那边